大家好,我是安娜阿姨,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品牌聚焦呢,是想介绍这个Deeptic家 但不是介绍香水蜡烛 作为护肤控的我,发现他们家的面部护理和身体护理有非常多好用的东西 所以就陆陆续续入了这么多 Deeptic这个品牌呢,是来自法国 他的三位创始人其实都和护肤啊或者香氛没有太多关系 是一些画家呀,室内设计 1961年的时候在巴黎的日耳曼大道上开设了一个精品店 当时店里销售的一些香水都是从英国引进一些小众的比较传统的英国香水 后来才慢慢研发了自己的室内香氛啊,包括香水系列 Deeptic家最经典最有名的日耳曼34号这款香氛也是2011年 在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当时他们开设第一家精品店 那个店里的味道特别调制的 我其实不是一个经常用香水的人 特别这几年生小孩啊,就对味道很敏感 而且香氛类的东西就尽量避免 Deeptic一直知道,但是每次都是逛厂路过 然后并没有仔细的去研究 他们家的包装像这个标签啊,还有瓶子啊等等 就可以看出椭圆式Deeptic家的设计元素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我以前路过他们家柜台 这个品牌整体给我感觉无论从包装香味都是那种走精致典雅 然后清新不是非常有攻击性的那样一个感觉 今天呢,我主要想分享一下整个这一年 我其实用了他们家很多身体护理 然后最近又入了一些面部护理的护肤品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因为发现网上的功课好像不是很多 但我自己用下来整体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今天透过我的分享吧,就介绍给大家 面部护理系列,他们家整个的护肤品啊 产品不是很多,好像只有七八种 而且分不同地区,它再瘦的也不太一样 包括节眼粉,卸妆膏,爽肤水,面霜,面膜,还有润虫膏吧 大概,那我自己呢,只用过其中的四种 这四个先说我比较推荐的 以前视频中也没跟大家提过 就是这款Infused Facial Water for Face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玫瑰花水了 是用大马士革玫瑰制成的玫瑰花水 它里面呢,有一种甜柠檬的那种甜美的香气 混合在淡淡的玫瑰香 味道就一级棒,用起来特别特别的疗愈 里面还有金莲花精华,这种帮助明亮肤色 还有其他据说是九种把传统花卉植物的提取 可以作为二次清洁水,把它滴到棉片上 然后擦脸去洁净皮肤,滋润皮肤 也可以二次清洁后把它拍到脸上 皮肤用完之后就是很补水的,很软嫩 又温和又不刺激那样 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状态 后续再上其他的保养品也会觉得有利于吸收 就是一个很好的准备阶段的爽肤水 这款爽肤水价格也没有很高 用起来非常舒服,成分很安全 所以我推荐给全肤质 无论你是特别油的,还是干皮,还是中性皮 如何包装设计香味啊,无可挑剔 真的非常棒 就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款爽肤水 第二个比较好用就是他们家这个涂抹式面膜 已经在面膜合集啊,包括空瓶里面都跟大家介绍过 已经用空掉了 美国这边可能售价贵一点75美元 我是在selfish上买的 我记得好像是50美元 所以其实算比较中档价位的涂抹式面膜 它带4片那种纸的面膜贴片 把它敷上之后 在覆盖上面膜贴片拍上水 皮肤用完即时的非常烹润提亮 效果很明显 那个面膜纸呢就是用完了之后 它里面还剩很多这种褶地状面膜 我就直接涂了 淡淡的那种花香味 这个里面主要含有三色颈的提取物 也是一种植物吧 三色颈具有提亮肤色这个作用 总体来说它是一个补水面膜 但是会有特别是配合面膜质 会有提亮的效果 然后也会显得脸蓬蓬的 我觉得这个效果也蛮好 价格也比较合理 Deptic家的护肤系列 我第一个买的就是这个面膜 用起来感觉非常好 所以陆陆续续买了他们家其他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个面膜也很推荐 很不错 接下来这个是Deptic家的 Essential Face Cream 它是50毫升50美元 这个是我比较后期买的 但也用了一些了 我说呢 如果它卖100美金 那我可能跟大家review说 我觉得有点定价过高 但因为它是50美元 无论从质地啊 实用感还有效果 都对得起这个价格 它是非常非常丝滑 就在手上一涂 就是很滋润很丝滑 但你涂着涂着它有点 就是变得比较薄了 并不是你刚挖出来那么厚的cream状 不会融入到皮肤里 不会在皮肤上很厚的一层 会留下一种就褶梨质地的 所以它是由一个cream 转化为一个褶梨这样的一个过程 最后到脸上 其实是非常轻薄的 里面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主要是仙人长梨 就长得又像仙人长 又像梨那样一种水果 另外还添加了唯一 主打保湿抗氧化的面霜 比较适合没有什么特别护肤需求 就仅仅是简单的保湿抗氧化 或者是你之前用了比较强效的精华 你想要用一个质地比较薄 但又能保湿 又能锁住精华 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面霜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 也很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接下来这个是我不太推荐 他们家的一个卸妆膏 我是最后买了这个卸妆膏 因为之前就都没有采来 都觉得好好用啊 性价比也可以 所以就想卸妆膏用得快 赶紧买一个 结果买了就采来了 这个我严重不推荐 当然难用吧 我也是用了挺多的 因为自己买的东西 就难用也要坚穿的用完 它这里面是比较厚的那种膏体 关键它有几个雷点啊 第一个它质地非常的油腻 不像有些其他卸妆膏 就是你涂着涂着它会幻化成油状 这个虽然好像也变透明了 但是还是很厚的一层在脸上 并不是那种水状就是油状 那种很薄 所以就挺不舒服的吧 第二呢它不是那么好推开 所以你要挖很大一坨 才能把整个脸都涂上 然后才能把妆融掉嘛 第三呢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啊 就是加水乳化之后 洗净之后脸非常油腻 像很多油类的那种卸妆油 或者是其他像pharmacy 那你就不用说了 是非常好用的卸妆膏 它洗完之后脸都是一个很轻松啊 很比较清爽的状态 即使它保湿 它也不会是很油腻 但这个真的就是脸上 还是残留着一层厚厚的油 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 最后呢 我觉得它味道也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我期望像Dicticc这种牌子 味道一定是会做得非常非常宜人 让你很享受嘛 那像这个虽然也是有玫瑰的香味 但它掩盖不住这个膏体本身 有一种化学油脂的那种味道 闻起来感觉就没有那么精致了 接下来我可能就把它卸身体的防晒啊 把它用完 那像REN Clean Beauty家 有一个玫瑰系列那个卸妆膏 在Sephora有卖的 那款跟这个其实有点像 但那款洗完之后脸也要清爽很多 那一管呢才20美金 这个要贵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值得 不要以为它是一个香氛品牌卸妆膏 它一定用起来很宜人 也不要以为卸妆膏这种东西 做起来没有技术含量 这也都是我自己以前的误解吧 那以上就是四款 我用过的Depty家的 整个护肤面部系列 我觉得大部分都蛮好用的 除了那个卸妆膏 接下来呢就是沐浴油啊 沐浴乳啊 包括身体乳啊 就是身体护了一个系列吧 然后我就从味道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喜欢就那么两个味道 我手上呢有五个 他们家沐浴身体系列 那先说第一个 我最喜欢的味道 叫水中饮 水中饮 我也有一瓶他们家这个香水 这两罐呢都是水中饮的沐浴油 他们家沐浴油是200毫升 50美元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换沐浴油已经用完了 里面现在装的是 其他的身体滋润的油 然后我又买了一罐新的 就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 这种饮是黑醋粒和玫瑰 一种混合的香味 它有叶片带来那种清新感 就好像你走到水边 看到水边花园的那样一种感受 先说他们家这个沐浴油 包括还有瓶别的 就肚丧的 这个沐浴油系列 我是最最最喜欢的 因为我身体非常非常干燥 沐浴油挤出来是这种 比较有流动性的油状 然后你把它按摩到身体上 再加一点点水就好像乳化了 洗完之后皮肤是非常软 非常嫩的 非常非常保湿的状态 然后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好闻了 肚丧的香味也是他们家主打香味 可能更多人会更喜欢肚丧 更女人一些 水中饮就更清新一些 总之这两罐沐浴油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以后一定会回购 像这个也用了好多 夏天我就改用他们家的沐浴褶梨 那这个沐浴褶梨我买的是一个无花果 他们叫希腊无花果这个味道 沐浴褶就是这种透明状的 也非常非常好用 总之他们家这个身体沐浴系列都超好的 所以我就又买一个希腊无花果的这个身体乳 无花果这个身体乳你看是非常非常稀薄的 然后很好延展开也很好吸收 它不会像有的那种身体乳 刚一涂到皮肤上是一道一道白的 你需要多按摩它才能够白的消失 吃到皮肤里 这个没有吸收非常快 而且用完之后不会完全没有感觉 还是很保湿的 比较适合夏天吧 我觉得夏天用它完全没问题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有名 很多很多人都喜欢 它就是那种绿叶的清香味 清香里面还带一些奶香 就是像椰奶乳香那种感觉 所以闻起来非常的甜美又清新 我觉得比较适合夏天 冬天呢我就改用这两款沐浴油 真的是用起来和很多开架的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会让你爱上洗澡吧 就你会为了闻这个味道去迫不及待 说赶紧去冲个澡 流到身上那种香味 真的会让自己感觉很放松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提升你生活品质 提高你生活的这个愉悦感的一个产品吧 如果有预算呢 我还是非常非常推荐他们家整个这个沐浴系列 大家可以去专柜闻一下看一下 那最后说几个 我不是很推荐的 一个是他们家这个淡香水 好像这种高瓶就是淡香水 那这个味道我就觉得比较普通一点 关键是淡香水呢 流香时间太短了 就你喷一下有味道 房间外面转一圈回来就完全没有了 当然我理解了 它就是淡香水 就是很淡嘛 但是我个人来讲 觉得你既然喷了香水 就不知道它存在意义是在哪里 难道就是喷一下 稍微即刻闻一下 让自己舒缓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淡香水 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另外还有他们家这个车仔香薰 这是买套装 你看两个盒子包装 这是一个车仔香薰 那个香薰补充装 还有一个外面的盒子 就那个case 你可以把它夹到车上 哎这个东西因为不好用嘛 我就放在那了 现在已经被小孩都不知道 扔到哪去 所以我找到了 但我这个盒子还是留着 我买这个还是无花果香味的 好像还算是比较难买的味道吧 我是在selfish买 现在好像都没有卖的 我不推荐这个车仔香薰的 主要原因是 它刚打开的时候 味道特别浓烈 那你在车那么狭小封闭的空间 你把这个叉上太薰人了 就别说我们家小孩他们受不了 就我自己都受不了 相当于买了这个东西 刚打开不能放到那么密密的空间里用 因为太熏人 要放两天味 那放两天之后再塞回去 就没什么味道了 味道散的太快 然后价格很贵 这一套在美国好像一百多块钱 我在selfish买也要85美元 还是挺贵的 那我个人呢是不会再买这个车仔香薰呢 也不知道镜头前你们大家有谁用过 感受是怎么样 也欢迎大家留言 那就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购入的DeepTick家的面部护理系列 身体护理系列一些比较好用的 包括味道上比较好的推荐的一些单品吧 如果镜头前你也特别喜欢DeepTick家 也欢迎大家留言 就你对他们家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用到特别好闻的味道 通过这视频也给大家一些参考吧 就DeepTick家什么东西好用啊 你可以去尝试买哪个 最后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